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 有960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没有疯狂宇宙 那就不是大海了 狂风骤雨 可以掀翻小池塘 但不能掀翻大海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哪儿 经历了五千多年的艰难困苦 中国依旧在哪儿 面向未来 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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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